HELLO 大家好,我是蘇老師 有學生來問到如何從Final Cut Pro 將這個編輯送到Divensity去做調色的處理 然後再送回來Final Cut Pro 再去做其他的像是字幕 或者是其他的動畫效果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流程 在整個我們後期影片的製作上面呢 它的使用是這樣 就是說當我們的這個時間軸上的 這個影片的內容編輯到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通常我們會稱作完簡或者是定簡 這個完簡跟定簡或者是剪輯的這個工作的定義 它本來是針對我們影片內容的編輯到一個階段 也就是說你時間軸上的這些影片內容 基本上不會再去做太大的幅度的這個更動 也就是說可能不會再從這個素材區 再去添加其他的影片內容 也就是說你不會做太大的調動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就是說我們在編輯上 可能會針對影片跟影片之間 我們第一個叫做一致性 就是我們的色調可能會一致性 那我們可能有一些內容 可能有一些單元 它會針對某一些色調去做調整 那也就是說你可能送去調色軟體 然後再送回來Final Cut Pro 你有想到說我可能要改變哪一些內容的編輯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整個再重新再調整顏色一次 就是色彩再去做一些調整呢?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在製作上 通常我們就是剪輯內容到一個定簡的程度 那這個定簡在英文來說叫Lock 這個一聽就很清楚 就是鎖住我們時間軸上所有的內容 不再做任何進階的編輯 那也就是說盡可能你在時間軸上的任何一個編輯片 不要再去做比如說轉場 在Final Cut Pro裡面去做調顏色或做效果的部分 甚至也不要在兩個片段之間去加轉場 大家注意喔千萬不要在兩個片段之間去加轉場 也就是說你要加轉場的話 請你等到DyVinci去調色完之後 再送回來Final Cut Pro這個階段 再去做轉場 接下來我們怎麼把這個 Final Cut Pro的時間軸上的這一連串的編輯 把它輸出 然後到DyVinci裡面再去做調色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藉由一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程式語言叫做SML 然後呢 它其實扮演著一個就是所謂的通意的角色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是在一個Final Cut Pro的國度 那我們等一下到另外一個就是DyVinci的國度 可是這兩者之間我們希望怎樣 我們都能看得懂這個時間軸上每一個編輯片段的順序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是一個方式你可以選擇 你在這個瀏覽區的這個Project 我們的編輯專案或直接選擇我們時間軸上這個編輯專案 然後到檔案 在檔案這邊呢我們可以選擇叫做輸出SML ExpoSML 我們每一次更新一個這個Final Cut Pro的版本呢 它會有一個項目也就是SML的版本也會跟著更新 因為SML它其實是一些所謂的敘述 比如說我的這些片段它可能存放在哪裡 我們這些片段它可能在時間軸的編輯在哪一個位置 我們會有一個敘述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Final Cut Pro 10.6 它現在的版本是SML 1.10版 那1.10版其實對於很多我們叫做協力的這些軟體 對DiVNC也是一種協力軟體 也就是它專門負責這個去做調顏色的這些編輯處理 所以呢我們這邊的Final Cut Pro 10.6的1.10的SML版本呢 基本上它是沒有辦法支援現在的DiVNC的最新版本 那也就是說DiVNC現在最新版本呢 還沒有辦法支援Final Cut Pro 10.6的SML 1.10的版本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把它先選擇1.9 也就是前一個版本 比如說它是10.5的SML的版本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給它一個命名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帶到DiVNC去 然後把它做存檔 那存檔完之後呢我們開啟DiVNC 我現在用的DiVNC的版本是最新的版本 也就是它的17點多的版本 那當然一般來說我們DiVNC呢 我們可能就先建立一個新的Project 它的計畫案 當然這個計畫案跟Final Cut Pro的計畫案的定義 是不相同的 好那我們就Final Cut Pro到DiVNC 它開啟一個介面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DiVNC的Timeline 當然DiVNC的Timeline 跟一些剪輯軟體的定義名稱又不一樣 因為有些剪輯軟體它可能叫做Sequence 就是序列 當然在Final Cut Pro就是所謂的Project 在DiVNC裡面呢它就叫做Pine Line 時間軸 時間軸這邊呢我們就選擇檔案 然後輸入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因為我們要輸入剛剛Final Cut Pro的Project 就是所謂的編輯專案 它其實也就是時間軸 所以我們就選擇Pine Line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指定到 我們剛剛所輸出的這個Final Cut Pro的SML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有些SML的格式 比如說你有EDL或者是SML或者是AF 就是有一些它可能來自於AVY的Pro Tools 或者是AVY的Media Composer 或者是Premiere這些剪輯軟體或錄音軟體 它的一些這種 跟SML一樣是一個 所謂的中介的 溝通者的這種軟體的條件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選擇 那你如果有用一些比較早期的 像是32位元的Final Cut Pro 7 你也可以在這邊選擇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選擇這個WC 然後FCP-SML的檔案 然後把它帶進來到我們的WC裡面來 這個時候呢它會跟你確認一些 就是你在Final Cut Pro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這個SML檔案在哪裡啦 或者是你Input到哪一個時間軸的條件 這個就是時間軸我們剛剛的命名 在Final Cut Pro這邊的命名 然後有一些這些設定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 原本就在Final Cut Pro那邊做的條件設的一些資訊 你也可以把它勾選 大家大家注意喔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我們在Final Cut Pro 除了在時間軸不要加上任何的色彩 或者是濾鏡效果或者是轉行 因為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Final Cut Pro加一個轉場 它是所謂的Dissolve 就是交互融合 可能在DiwC也有交互融合的這個轉場 可是呢因為有時候在定義上 就是它的一些這種效果模板的程式語言的部分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就像我們剛剛講SML的 它的程式語言的版本 每一家製作軟體廠商呢 它一定會有一些程式語言的不同 因為可能會牽涉到一些專利的問題 可能會牽涉到一些它獨家的一些效能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太期望說 我在Final Cut Pro裡面有哪一些調整 我可不可以直接帶到DiwC裡面來 或我在DiwC裡面有哪一些效果或濾鏡 比如說DiwC裡面有Fusion 或Fail Light這些錄音的這些功能 我把它帶回去Final Cut Pro 我只能跟大家講 可能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你只能用一種我們就是說 最後我們在DiwC裡面做個調整之後 然後把它算圖成一個媒體檔案 你才有機會讓Final Cut Pro 看到你在DiwC裡面所製作的成果 對我們等一下其實會做一個Random Out的動作 就是你要輸出給Final Cut Pro帶回去的話 你要做一個算圖回去給Final Cut Pro的動作 好我這邊就按OK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時間軸上的每一個片段 就跟我們剛剛在Final Cut Pro的每一個片段的這個時間順序是一致的 只是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我剛剛在Final Cut Pro好像這邊有一些色彩 那事實上這些色彩 原本它是我們在Final Cut Pro裡面套用這個Breadmagic的root 為什麼我講Breadmagic的root 因為我這些素材是來自於Breadmagic的 Eursa mini的攝影機所拍攝的這些ProRes的檔案 所以我會去套用跟這台攝影機有關的 這所謂的LUT的檔案 然後來使用 可是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兩邊的軟體它可能在這種資訊的判斷上 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它就認定說你在Final Cut Pro這邊的一些設定 它並沒有帶過來 當然DiwC裡面再去做一些延續的處理 比如說我做效果啦 或者是用Faillight去調的聲音呢 也都可以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製作上可能會有分工 那剪輯師他可能習慣用Final Cut Pro去做一些編輯的動作 我們剛剛講內容編輯的處理 我可能有一些效果或調光師 他習慣用DiwC來做調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分工去做執行 畢竟啦 因為每一家軟體廠商都會希望說 儘量在我的軟體裡面 把這個影片後期製作所有的事情 所有流程都在我的軟體裡面走過一次 包括完成內容出去 大部分軟體都會希望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太期望說 SML這個會好像是萬能一樣 就是 你在Final Cut Pro裡面做什麼事情 就會在這個DiwC裡面看到所有的事情 這是不可能的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先提到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像 有一些錄音製作的部分 因為全世界用的這種錄音軟體最多就是 Avid有一套錄音軟體叫做Protools 那因為現在Final Cut Pro所用的SML呢 他並不適合提供給 Avid Pro Tools這一套錄音軟體來直接輸入 因為Avid一直對這個部分呢 他不願意去做就是所謂的相容性的處理 當然蘋果有一些我們叫做Serv Party 就是所謂的協力廠商 有提供一些轉換的軟體 讓這個Final Cut Pro的SML可以轉成 給這個Pro2來輸入 其實呢嚴格來說 你如果除了用那個付費的 Serv Party的軟體去做轉換之外 你也可以用DiwC 因為DiwC有免費的版本 去做相對應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比如說我們給那個 Pro2比如說AAF的檔案 EDL也可以 只是EDL大部分是給那個 Avid Media Composer 那個剪輯軟體去做這些輸入的處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再去做一個轉換的處理 給就是Pro2來使用 好那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做這個調色 所以我們在DiwC這邊選擇調色的項目 然後呢再一個一個去 但我們剛剛講我們想要套用的root 對這個就是說兩者的資訊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有一些編輯的處理呢 可能就必須在DiwC裡面再去做一次這些相關的 比如說這個我們現在做這個root的套用 因為畢竟兩套軟體之間它有一些溝通 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去對應 因為事實上我剛剛也提到過就是說 廠商它一定會期望使用者盡可能去用我的這套軟體來完成 因為畢竟現在的軟體的設計 說實在它已經是有點all in one 就是你要什麼我全包 當然它不期望使用者一定要去用別的軟體 然後再帶到我的軟體裡面來 所以這個也就是現在有些使用者 或者是所謂的協力協同作業的一個 可能大家會遇到比較頭痛的地方 就是說你配合的剪輯師或你配合的調光師 他用不同的軟體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那當然我也知道其實在DiwC來說 它的調色介面當然比起Banacar Pro來說是複雜很多 而且它在這個整個調色的編輯上 它使用這個叫做Note 節點式的編輯方式 所以在這個跟Banacar Pro來說 當然它一定會有一些 這種比較落差式的需求跟條件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邊稍微簡單的去做一些 Root或調光的處理 當你都做完這些處理之後 我們要送回去Banacar Pro 這個時候我們要先做一個動作 我們先選擇這個火箭 就是我們準備送回去處理 可是我們要先做算圖 為什麼做算圖 因為我們剛有做一些這些調色 可是這個調色都是一種參數的套用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畫面上的 這個每個影片片段的顏色 事實上它只是一個什麼 它只是一個參數的套用 它不是真的你的那個影片檔案已經變成這種顏色 所以我們要算圖 那在算圖之前 我們先到這個左側這裡 我們先選擇我們要輸出哪一個算圖的條件 比如說我們選擇Final Cut Pro 那它還是在叫做Final Cut Pro時 因為它要跟Final Cut Pro 7 就是早期32萬元的版本去做一個區分 當然在蘋果這邊 Final Cut Pro在10.5之後 已經恢復叫做Final Cut Pro的 已經不用再帶一個Final Cut Pro 10的稱呼 第二個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選擇你的格式 然後選擇你的編碼 那我們現在要輸出一個Police 然後你要輸出這個Police的品質 比如說我們輸出一個HQ 然後你的解析度 那當然我現在解析度 是照原本我的拍攝4K的檔案 然後你如果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設定 在這邊也可以再去做設定 好這邊設定完之後 然後在這個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叫做 就是加入一個算圖的排列 然後你的這個算圖檔要存到哪裡去 那大家注意 因為我剛剛設定是 Apple Pro 1012HQ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一個 比較大容量的儲存 來儲存這些算圖檔案 所以就跟大家講說 每一套剪輯軟體 它都會產生檔案 特別是算圖檔案 那我在這邊先指定一個存檔的部分 然後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這邊 它會出現一個Render Queue 就是所謂的算圖的序列 就是它準備要去做算圖了 在你確認之後呢 你就按下方的Random All 就全部算圖 如果說你剛剛有多個這個Render的條件 那因為我先前有做一些測試 它的檔案名稱一樣 沒關係 我就把它replace 置換掉 它就會開始做算圖的處理 當然現在 Brain Magic它在這個Diwency的部分 它號稱就是說 有完全使用到你的GPU的效能 那老師現在用的這個電腦 是那個Mac mini Intel的版本 2018年的這個規格 可是我有外接EGPU 那EGPU的效能呢 它是那個AMD V2的這張顯卡 它有16G的VRAM 那我的電腦內部也有64G的記憶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Diwency的算圖 算是蠻快的 因為我這個將近一分鐘長度的內容 然後又是算4K 而且都是60格 因為我這個影片 它是60格的拍攝 我並沒有去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好那我們就等它算完 好它現在算完了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你用Diwency 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必須等待它算圖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編一個 可能10分鐘20分鐘的影片檔案 然後就從Finalcard Pro送到Diwency 再去做這些Render 然後再送回去 勢必會增加你的工作時間 因為它這邊的算圖 它沒有辦法像Finalcard Pro 它可以做背景算圖的處理 所以也只能說每一套軟體 各有它的優缺點 當然也有人問我說 那老師Diwency跟Finalcard Pro 這個調色的功能到底差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說 在Diwency的調色 它有比較多的這種 比較詳細的調整的功能在這邊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調整參數 因為在Finalcard Pro的色彩調整參數 它可能是1%1%在調整 可是在Diwency這邊 可能它可以調到 甚至可以調到0.01或0.1的 這個調整的數值 就是它的參數比較小 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相對的 你的影片檔案也會影響到 你的調整的條件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8bit 甚至是一個MPEG 4 4.2.0的檔案 說實在的 你今天用Diwency調的 這個效果 嚴格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因為它本身的這個 所提供的色彩資訊 就沒有那麼的充足 那我們這邊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必須再輸出一個 SML檔案 回去Finalcard Pro 所以我在這邊檔案 然後輸出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個Timeline 然後一樣的 那我會建議你盡量 是一個不同的名稱送回去 所以我這邊比如說 送回去back to 好 然後呢 我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 你Finalcard Pro的版本 或者是你要輸出的 就是所謂的 我們叫做這個 通義或轉義的檔案的條件 好 這邊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呢 我回到Finalcard Pro這邊來 然後一樣的 在Finalcard Pro這邊 檔案 輸入 然後 SML 找到剛剛我們 SML的檔案 然後 Inport進來 這個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你可能有一些 色彩的處理 模式等等 那你要不要繼續 因為我現在開設的 這個 Finalcard Pro的資料庫 它是一個 YGAMON HDR 可能你在 原本的Darvency那邊的設定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輸出的是 1.9版的SML 不是1.10版的SML 所以對於我們現在10.6版本的Finalcard Pro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出路啦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Continue繼續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會產生一個新的Event 就是事件檔案夾在這邊 然後我們剛剛在Darvency的那個 Timeline 時間軸 也就是序列的編輯 它就會變成Finalcard Pro的Project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它多了一個名稱叫Resolve 因為它跟你原本的這個編輯的名稱有一個區別 那也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這個檔案是從Darvency Resolve回來的喔 那我們就點兩下 打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的這個顏色 當然已經跟我們原本在Finalcard Pro這邊的顏色 會有一些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是來自於Darvency的色彩的調整 還有呢 就是它的這個 算圖的檔案的顏色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這邊空空的 因為我們剛剛回來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在時間軸上面 現在的所有影片的連結 都是算圖的檔案 那我要怎麼看到算圖的檔案 一個方式選這個片段按右鍵 然後這邊我們先Review in Browser 就是回到瀏覽區看到我們的這個素材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素材這邊再一次 Review in Finder 它就會導向我們剛剛在 Darvency所設定的Render算圖的那個儲存檔案的 這個檔案夾的路徑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剛剛從 Darvency那邊算圖的檔案 回來到Finalcard Pro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再去進一步的去做字幕 去做轉場 去再去套用濾鏡效果等等 那你就可以繼續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因為現在所有的檔案都是用 Darvency這個算圖產生的檔案 那如果說你只是單純的 OK我這邊內容都編輯完了 然後我的內容也很單純 就是只是要去像是我要做 所謂的這種旁白對話字幕 那有一種方式就是 你可以在Darvency這邊 輸出一個完成檔案 就是完整的完成檔案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Render Single Clip 就是一個單獨的Clip 那因為我們可能做這個字幕 它會去做這個 會有一些編碼上的素材的損耗 你也可以用Police 因為Apple Police 本來就是一個中介媒體 它可以讓你在不同的條件下 會有一個我們叫做低減損的 就是比較低耗損的條件 來進行這個複製編輯的一個動作 那你這邊輸出完之後 整個完成檔案 我再輸入到Finalcard Pro 就是有點像 我們所謂的無字幕的完成檔一樣 然後在Finalcard Pro裡面 再去做接下來這個字幕的處理 今天簡單的介紹大家 就是怎麼從Finalcard Pro 輸出一個XML檔案 然後輸入到Darvency裡面 去做一些調色 或者是你覺得Darvency裡面 有些功能蠻好用的 我在裡面做一些動畫效果 去做這些處理 然後再送回來Finalcard Pro的一個過程 當然你記得要先算圖 然後算圖完之後 在Darvency這邊 再去輸出一個Timeline的檔案 然後再送回去Finalcard Pro這邊 Inport XML進來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接下來的事情 當然如果對這個整個流程 有任何的疑問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老師討論 好 謝謝大家